为了提升担罪着门库的民众交通工事关于 罗主甘米站为了11月份开始 每星期他开办一般去机车为几班 加美末十八月没照办的导演工事 欢迎民众都加利用 罗主甘米站为民国90年生日以来 导演工事都有帮助甘米站来办理 为了加回担罪着门的民众 甘米站为了11月份开始开办导演工事 由于卢州经理站的当教室 座位有限 所以我们一般上课的话 就是每个礼拜一上午 只有上一般违规的讲席 那下午是针对未满十八岁 无照的一个讲席 那关于所谓的酒驾 那就麻烦您 我们原来这个酒驾班 是在板桥监理站带训的 那从11月份之后 你也是仍然的会被通知到 这个板桥监理站上课 那至于酒驾再犯班的 因为这个部分毕竟人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属于新北市的部分 就是台北所 卢州或者板桥监理站的 这些违规要上课的人 是由我们台北区监理所 统一通知到他们那边去上课的 未来拜日因为开办桥监理的关系 没有发到当时办理出口 领机车加车安全桑系 所以每个拜日 天办机车加车业务 台湾民众尽量先忘了资本 因为我们为了服务我们的侠馆 比如说淡水三支十门 离我们距离比较远的一些 可能要上导演讲席的一些民众们 所以我们在11月份开始 每个礼拜一全天 我们要办理这个当然讲席 那由于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上课的教室有限就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开办讲席的同时 就是礼拜一 我们会停止机车考照的一个服务 那由于我们这个考照 礼拜一都停止之后呢 因为每天的考照人数是有限制的 一天大概是200个名额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只有礼拜二到礼拜五 所以如果想要到卢州经理站 来考照的一个民众呢 那我们在这边希望说 他能够尽量的先利用 这个网络预约报名考试 先预约一下 那这样才不会是说 如果预约额满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 他现场报名考试了 因为每个地方的作为优惯 提起需要参加 导演讲室的民众 请尽量他收到 通知团上的时间为准 他要因为为报告 不走一段 接着本件看 林金如露酒彩虹布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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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